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保健养生吃喝玩乐频道 豆腐中含有的酶元素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过张血管 提高动脉血管的紧张度 这样就能起到降血压的效果 而且豆腐不含胆固醇哦 然而我们另外一个重要的食材就是芹菜 芹菜中饱含的丁基本泰类物池 丁基本泰类物池具有镇静安神的作用 所以也叫芹菜镇静素 能硬制血管平滑、积紧张、减少肾上腺素的分泌 从而降低和平稳血压 芹菜和豆腐是绝配 放在一起烧菜可以营养互补 而且清淡可口、健康无添加 适合全家享用 常吃可以起到降血压降血脂的效果哦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两者要如何一起烹饪吧 首先我们将芹菜切片 放入碗里备用 我们在锅里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尽量放多一些 因为我们要将豆腐煎炸 油烧至八成热后 我们将豆腐放入锅中 用中火煎炸至豆腐微焦色即可 接下来将豆腐捞出 放入碗里备用 现在我们爆香大蒜 然后放入芹菜翻炒 放入锅中火煎炸 炒至芹菜变软后 我们就可以加入豆腐一起翻炒了 最后加入适量的食盐味精调味 加入适量的开水 再次翻炒一回即可 就这样 我们的豆腐炒芹菜就做好了 非常香甜美味 而且这个食谱还有益我们的健康哦 绝对要试一试 今天小编就分享到这里 别忘了按赞以及订阅哦 谢谢大家 再见